- 中裝戰機 - 中裝戰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看到機甲和美少女就會興奮的鋼彈模型製作家 千賀-艾爾莎 重裝戰機系列與你分享那些少女和機甲所交織出的週末武裝 希望可以讓你更加順利的撞大自己的傭兵團 又或者可以更加了解在耐克里耶斯大陸上的三國紛爭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重裝戰機遊戲策畫的17個Q&A 那這些Q&A內容基本上都是收集至陸服玩家的提問 然後會只能給官方的遊戲策劃同意回答的 那麼這些內容原先是發布在必放論壇 並且經過原作者同意使用這些內容 不過因為某些原因目前這篇原文已經被刪除了 那原因我這邊就不多談 想知道原有的話可以去必放論壇看看 那Q&A的內容我會在不影響原意的範圍內 做一些用詞上的修正及整理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那麼我們開始吧 第一 夏日回憶的活動獎勵和上次相比如何 這次的夏日回憶增加了兩個新的活動時裝和六個時裝特惠 那麼以陸服的版本來看 這裡說的兩個活動時裝分別是PM72跟馬馬的泳裝 在夏日回憶活動當中就可以取得 而六個新的時裝特惠分成兩波 第一波是英佩妮亞、德洛麗絲跟蛇米莉 第二波是貝爾納戴特、埃洛伊斯和冰一體伊弗林 二 能不能提高活動的頻率 多一些小遊戲活動啊 例如像是解密之類的 呃...可以 這個也在安排當中 按目前的計畫 是優先完成合體機和相關玩法 之後才是這類活動的開發 三 舊機師的天賦和技能有翻新的計畫嗎? 呃...我們會按照目前的開發節奏 不定期開放一部分新的天賦和舊機師的技能優化 那這需要新功能開發量來決定喔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做 奈何手籌上的東西太多 四 關於新玩家和老玩家的福利啊 這個有什麼考慮嗎? 呃...我們暫時是準備了回歸禮包以及新手禮包的功能 還有回歸玩家以及新手玩家的登入活動 那之前是按照活動時間來限時開放的 目前也在和營運商量具體的獎勵內容 那這個我覺得是要加強一下啦 因為上次EVA活動中的人氣自選禮包跟新手禮包其實還不錯 可以考慮常駐一下或是推出新的來吸引新人入坑 五 推薦性可以進行十連抽嗎? 還有啊能不能跳過推薦性的招募動畫? 呃...推薦性的產量一直是我們比較頭痛的問題喔 那麼看是要單純增加這項功能還是增加招募列隊 這些可能都需要團隊內再確認一下 六 天賦副本難打 掉落率又低 能不能讓天賦六成的關卡保底掉落一個假想植入體 呃...這個道具在我們這定義確實是一個稀有道具 所以還是不建議避掉 不過反覆打關卡帶來的疲勞感我們也是知道的 目前看來我們可能更傾向於增加三星通關掃蕩的這類功能 但具體方面方案還沒有最終確認 七 能不能提高月卡的權益? 呃...這個是有安排的 目前的方式是增加特權類的功能 例如增加各個副本的挑戰次數等 那麼這個也在和營運協商中 那關於月卡這個部分我也覺得可以再加強一下 不然其實目前的月卡確實影響不是太大 可有可無的感覺 八 能不能增加和白牙Mk2一樣的模擬駕駛房間和一體機體驗? 呃...這個從開服就一直想做喔 一直沒騰出時間 那這邊爭取在合體機版本之後看能不能安排上 那這個我也是超期待的 如果這種模擬駕駛或是說一體機體驗系統做得好的話 實測起來其實會更輕鬆 不過說真的啦 角色的強度平衡做好一點 實測的必要性就不會這麼重要了 九 能不能讓低品階的機師也上場呢? 呃...目前我們也是在想說有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 來解決舊機師跟低品階機師的問題 那目前是想加入品階提升系統 那我個人呢是希望之後實裝品階升級系統之後 可以大幅的改善角色不平衡的問題 不求完全解決啦 但只要能有改善啊其實就會好很多了 而且啊雖然品階升級又是一個坑 但可以換個新力會啊新技能 也可以讓遊戲性更有變化 方向啊總是好的 10 PN99和0這類高人氣的機師 什麼時候會實裝呢? 還有婚殺什麼時候更新? 以及機師大招CG動畫會不會接著做? 呃...PN99和0按現在的劇情發展和排程啊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那婚殺的更新呢我們是準備了一批 後面呢也會陸續釋出 大招CG這個呢受多方面的限制 目前看來短時間內是沒有辦法更新的 那疫情呢佔了很大部分的原因 那這個就真的還蠻可惜的啦 因為啊我算是友靈就抽爆那一群喔 而且啊大招動畫原本想說應該是會慢慢的補齊 結果啊出了開服那一批喔就沒有後續了 11 新的個人劇情啊什麼時候推出? 呃...個人劇情目前呢 因為其他系統的開發優先度比較高 所以呢被延後了 那關於劇情的部分啊我是覺得齁 真的要找一個時間補一下啦 至少一陣子補一次嘛 或者說固定頻率慢慢出也可以 明明啊在一起和劇情相關的小細節喔做得那麼好 然後呢劇情卻又遲遲沒有下文 我是覺得真的蠻可惜的啦 不過換個角度想喔 跟營收比較沒有直接相關的項目啊 真的是很容易一直往後演喔 然後...然後就忘記了 12 劇情回想和一鍵製造個人劇情裝備的功能 有沒有考慮實裝呢? 呃...我們增加了批量製造 那下個版本就會更新 提供一次性製造10個裝備 那劇情回想呢 這個我們是準備在健康快樂每一天的時候喔 進行開發 那目前呢 陸服的1.14版本喔 已經實裝了劇情裝備一次開發實踐的功能 那沒意外的話啊 推斷8月13號台服1.14版本也會實裝 13 數據膨脹啊 角色戰力差距過大 同樣是SSR強度可以差上好幾倍 常駐角色的戰力啊 嚴重不足喔 導致新人入坑困難 呃...數據膨脹問題呢 只能是用一個大版本喔 進行調整 但是目前啊 我們不太感動喔 因為會牽扯到的東西啊 比較多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是覺得 雖然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沒有錯啦 但主要啊 還是一代版本一代神的強度喔 若差太大 舊角色的強度啊 遠遠追不上新角色 除了數據膨脹問題啊 最主要喔 還是有些角色本身的強度就太低 先把之前提到的品階升級啊 或者是說 其他可以先把角色平衡處理好的系統先做好 再來一次性的處理數據膨脹的問題喔 我也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14 希望能在裝備整理界面裡啊 推出一個標記功能 然後呢 在進行一段化的時候啊 提供一鍵選擇 所有已標記的裝備 呃...裝備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考慮增加快速選擇 那這個算是系統優化的部分啦 雖然並不是說很嚴重的問題喔 但升到5階一個一個點喔 是真的有點煩啊 15 今後會不會推出PVP的模式 呃...PVP呢 之前也是有安排的 但具體的模式啊 和當前的數值平衡問題 都還在解決中 短時間內啊 是開不起來的 嗯...我是覺得啦 PVE平衡都做成這樣子了 PVP啊 暫時做不起來 也是預料之中啊 16 目前基地車啊 還有很多是不可見的狀態 請問是否有開發基地車二期的計畫 呃...基地車呢 是有二期開發計畫的 其實當初齁 我看到那些沒有通電的暗暗的房間啊 我也覺得 早晚啊 會有第二階段的基地車內容 不過目前齁 基地車使用還是偏卡 希望啊 除了退出二期的基地車內容以外啊 還可以再把基地車的優化齁 再做好一點 17 紛爭地帶啊 可以開放之後的難度了 也可以適當啊 增加獎勵 呃... 紛爭地帶呢 是準備增加難度級獎勵的 預計呢 兩個版本後推出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四個問題喔 是官方目前無法直接給出答案的 第一個呢 是目前啊 有兩個週長副本存在感很低喔 每週一的週長鑰匙獲得量啊 依然沒有因為週長副本的增加而變多 如果要擴大週長副本的功能啊 提升週長副本的存在感 是不是應該考慮改變一下週長副本的收益和入場條件 第二個呢 是目前啊 射擊類武器喔 是唯一一種只能打單體的武器 在大規模群體作戰的效率啊 比起守護、格鬥、爆破、轟炸都要低的很多 在單體輸出上面啊 也不是頂尖 是否考慮加入彈藥系統啊 或是其他的方式喔 來改變射擊類武器目前的處境 第三呢 目前轟炸類的武器啊 操作喔 十分別扭 是否啊 有計畫改善通炸類武器的操作方式喔 第四呢 是是否啊 可以加入隨機刷過期機師專用的關卡 方便新人收集 那麼以上這四個問題啊 官方是說 還需要透過內部討論喔 才能有結論 所以呢 這四個議題啊 目前應該是不在未來的開發計畫當中的啦 那我個人呢 是對週長副本的鑰匙過少 還有射擊類職業啊 相對弱勢喔 這兩個議題比較有感 也確實呢 是目前比較影響遊戲生態的問題 那希望之後啊 也能看到有具體的方案來改善喔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重裝戰機的遊戲策劃17個Q&A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分享跟你身邊有在玩重裝戰機的夥伴 還想看到更多重裝戰機的攻略及解釋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